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当蒋经国过世以后 它的日记是非常有价值 它不但是我们现代史所要研究的重要的史料 也是台湾在这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中 蒋经国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他一手剥划了整个台湾的现代化 今天台湾能够创造这么富裕的生活 蒋经国是最主要的舵手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上的政治人物 他的日记太珍贵了 所以当他的日记被移送到 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 去请他来保管50年 那么把它做成为副资本 副资本在二月的时候要公之一室 让各位关心台湾 了解台湾从农业到轻工业 重工业到现代化 到台湾的在全世界的半导体资讯工业 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剥划者 也给台湾带来民生乐利的一个台湾最 让台湾人民最怀念的政治领袖 蒋经国 他的这一生他怎么思考问题 那我们把它来做一个介绍 我们会分两集来为各位播出 那我们在第一集里面 我们会谈到蒋经国的用人哲学 他特别着重政治人格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从蒋经国的日记中 已经解露出来的日记 以及跟蒋经国非常亲近的 他的随从人员 他们的回忆 还有研究人员 他们的回忆中 我们可以看到 蒋经国在用人的时候 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来去思考 他对于人才的重视的程度 对于人才的政治人格的要求的标准 有多么的高 从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可以彻底的了解 来对照现今 台湾从李登辉一直到现在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一直到蔡英文 他们的用人怎么跟蒋经国能够比呢 这个影片是我在美国演讲的时候 所认识的一位非常杰出的美国的侨领 一位蔡先生 他热爱中华民国 他非常关心我们的发展 他也一直跟中华民国 跟台湾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 他跟台湾的一些他的好朋友们 共同地出资自己 把他做成一个影片 他把这个影片介绍给我 我个人觉得这个影片太有价值 太感人了 也值得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来一起分享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蒋经国 跟他的用人哲学 他所最看重的政治人格 人生有很多台阶 我们总是望上爬 最高阶并不是董事长 不是博士 不是首富 也不是总统 不是这些有形的名位 不是钱财 而是人格 蒋经国日记8月11日 这样写着 徐凤鸣和汤茂松 卷入启达滩湾 发生以来 自己感觉到痛心 这亦是我的食辱 身为首长 领导无方 尤其徐汤二人 为我之救赎 更为难过 人心实在难料 谁是徐凤鸣 谁是汤茂松 什么是启达贪污案 如今网上查不到任何讯息 但却令蒋经国总统 如此自责 但人心难料 深感耻辱 为此类事而痛心 但绝不为此而灰心 将以更大决心来正顿这风 蒋经国先生非常痛恨贪污 1972年他担任行政院院长 在第一次的行政院院会 他就强调要重视协调 连结和形象 就是公务员要重视这三件事情 他发表公务人员的实践 禁止公务人员到酒家 到歌厅 到舞厅 婚礼不可以铺赃浪费 什么是铺赃浪费呢 当时的官员请人吃饭 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五菜一汤 就简称梅花餐 儿女的婚礼宴请客人 最多就是十桌 自己如再不从事改革 别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当政者最有一番好心 当时没有积极的行动相配合 老百姓还是要反对政府的 今天是现实的这日 蒋经国扫荡贪污 他竟然把自己的表弟 当时的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 王正宜也抓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王正宜收受了营造厂商的贿赂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蒋经国要求 除了国防与外交的经费保密之外 其他政府所有的经费都应该公开 都应该透明 蒋经国用人清廉是基本条件 还要有能力 有担当 有远见 他任用许丽隆的时候 他是真正七点钟到他家里去 那次早点的时候到他家去看 你的家里生活怎么样子 怎么 真是在那个住了26坪的房子 家族四壁 12月30日 今后就应由何人来接任行政院长的职务 乃是最为重要的事 亦是我对党国应付的责任 因为迟早 我总有一天 会离开今日的职务 经国先生知道 孙院长是一个孝子 我们中国老话 求忠诚与孝子之门 孙院长才当了九个月的院长 做得有声有色 广受好评 蒋经国总统为什么会在日记中提到 应由何人来接任行政院长呢 应该是1984年 四五月间 四月 孙先生得到脑中风 这个对于金国先生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大忌 这个我所了解的 金国先生心目中间 是要 这个 1990年 他第二任做完 交给孙 做总统 十二月三十日 得人比得宝 更难 不知多少倍 这是我在今后 必须注意的一件大事 十月一日 在政治上 组织弹性化 人事均衡化 今后 立法机构代表之产生 因不拘泥于现有法律 并选择 适当之台阶人士 任必要之职务 总之 确保民心之团结 与安定 始为当务之急 在经济上 产业革新化 贸易政治化 只有新技术 才能生存竞争 有那么一天的早上 蒋经国先生 他读到了当时台湾省省主席李登辉先生 在省议会的报告 李登辉 驳斥台湾独立的主张 李登辉说 中国从来没有摒弃台湾 台湾也绝不能够忘掉中国 所以蒋经国先生看到李登辉 这样坚决维护中华民国的言论 他很觉得安慰 所以他就请了一个高级的助理 去邀请李登辉先生 几天以后 到中国国民党的常会里面来做报告 这个报告也令大家很信任 很满意 所以经国先生不久以后 就提名了李登辉先生 作为副总统 1988年1月13日下午 经国先生发生 胃肠道严重大出血 陷入休克 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 就已经撒手人寰 遵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副总统李登辉当天 继任总统 1月27号 基人总统没有多久 李登辉觐见老夫人 就是蒋夫人宋美玲女士 她向蒋夫人保证 她会继续的奉行 蒋中正 蒋经国两位总统的一致 建设台湾 保卫中华民国 后来李登辉顺利的 又选上了两届的中华民国总统 可是 很遗憾她变了 她开始自己认为是日本人 她说钓鱼台不是台湾的领土 是日本的领土 她成为台独的主义者 她甚至于成为台湾黑金政治的始作俑者 李登辉背叛了自己的承诺 更背叛了提拔她 信任她的蒋经国总统 从政者的人格 至为重要 有才 有能 更要有德 聪明奸巧 巧言吝啬之人 坐上大位 心中无人民 只有权和钱 必然导致贪污 阿霸 给台湾带来灾难 蒋经国先生 毕生投入改革 重视违政者的人品 为的是要给台湾人民 一个连能的政府 蒋经国先生 给有志担任台湾领导人的 女士先生 一个很好的典范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 这样的一个影片 内心里面应该百感交集 原来 金国先生 对于用人 对人才是如此的重视 对用人的政治人格的标准 是如此的高 放眼台湾现在 贪官污吏横行 庸才无能自备 奸诈小人 满不满于台湾的政坛上 我们来相互比较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台湾为什么经济停滞 台湾为什么越来越落后 台湾为什么会陷入到 这样的让年轻人 觉得迷惘混乱 不知道未来该怎么样 你就可以知道 台湾的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到今天的蔡英文 他们所领导的 所组建的 这一群执政团队 给台湾带来的伤害有多大 他们面对蒋经国 难道没有任何羞涩之心吗 他们面对蒋经国 还有这些政治人物 难道没有一点 礼义廉耻的羞耻心吗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无测觉醒 我再无测觉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